好 持續我們要來看到的 當然現在的2024總統大選 是SAKADU的狀況已經成形了 那現在的策略到底怎麼辦呢 要先瓜分科粉 然後大戰弊案嗎 這是藍營目前的一個主要的策略 我們首先現在來看到 這個最新的民調 這是由Eachity Today民調雲 所做出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2024政府總統搭配的 這個支持度是怎麼樣呢 首先來看到的是 賴肖沛的部分 目前還是穩居第一的 但是這個民調裡頭 肖長是有一些端倪跟 變化的 好 賴肖沛現在的支持度 是34.8% 那第二名就是侯康沛了 32.5% 那第三名也就是 柯文哲被甩在第三名之後了 好 柯文哲跟吳欣營的組合的話 是21.2% 但是可以看到 賴肖沛跟侯康沛 其實現在差距是越來越小了 那另外來看到 美麗島電子報 也是做出了一個最新的民調 同樣的在賴清德的部分 他雖然是第一名 是31.4% 可是呢 侯友宜 現在民調是有追上他囉 好 現在差距是只有大概3個 0.3個百分點而已 現在呢 侯友宜的部分是 31.1%的支持率 那柯文哲的話 則是第三名 是25.2%的支持率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 所做出的一個最新民調 來看到的是立委 林卓水 他現在的分析 他說第一個面臨 20%的保衛戰民調出現了 他說沒有想到有這麼快耶 好 同一家的民調 柯現在是從輸2.2%變成了11.3% 他覺得太猛了 好 不幸而言這麼猛 那這20%那之後該怎麼守呢 那趙稍康的部分他就說了 那現在顯然選舉就是一個數學問題嘛 該怎麼做呢 要把柯文哲打到20%以下 國民黨贏面就是非常的大了 前立委蔡振元則是說 中間選民當然就是這個大選最大的關鍵 而且群體大於國民黨的支持者 把柯打到20%以下 是不一定會贏的 而且他說呢 藍白如果相互對立 那以後選票很難流動 將沒有辦法互相棄爆 這是這個蔡振元 他的進一部分析 前立委郭振良則是說 好 這個選舉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賴清德 他想要回到40% 那就是要去搶柯的選票嘛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國民黨想要想辦法壓低賴的支持度 所以一定要打弊案 所以呢也就是說 好 一開始是要先瓜分科分 那之後也是弊案的部分 這個力道他認為說 還是要打的比較大的話 那才有可能就是把藍營的這個票倉的部分 要好好的來守住 吳子佳的分析 他說呢 侯賴現在已經接近黃金交叉了 那事實上交叉 科是下滑了25.2% 下個禮拜可能這個還會繼續下滑到20%左右喔 那現在有一個狀況就是 他認為國民黨跟民眾黨可能會產生黃金交叉 柯文哲如果沒有辦法把結構做改善的話 那這個疊勢應該是不會改變的 那他也被問到說 好 如果柯文哲落選的話 那政治生命該如何延續呢 因為目前看來的這個民調 對他而言都不是太樂觀的 那吳子佳他還點出這個問題的癥結點 他說呢 柯文哲最大的弱點就是 他其實是對中央部會的業務是很陌生的 因為他沒有當過立委 不能夠理解到政黨磋商 還有談判的攻防細節 所以他雖然是有民眾黨主席的身份 但是對他而言黨團的約束力會衰弱 他說台灣對一個政治領袖 如果保鮮期是維持到四年沒有職務的話 那會是非常的困難的 好 現在蔡正元舟分析的 所謂連勝文防線了 好 也就是連勝文他在2014年 當時的台北市的市長選票 得過超過60萬票 對於侯友宜來說 是一個蠻艱困的挑戰的 台北市是三角都最明白最清楚 三方面大部分都是勢均力敵 其他地方都沒有這種情形 其他地方比如說三角都 我敢講台南高雄是 這個賴清德要贏多少的問題 不是不會贏一定贏嘛 大概會贏到嘉義 那雲林可能就開始不一樣了 那三角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話 歷屆選舉有從單方面來觀察 國民黨的選票 在2014年連勝文 是輸給了柯文哲 大家好像是連勝文大輸 可是我發現到一個很特殊現象 連勝文打下來的61萬票 在台北市 後來很難突破 只有韓國瑜突破 對 那韓國瑜那時候 因為那個投票率 總統選舉拉得比市長高 台北市韓國瑜都輸給蔡英文 不要忘記這個事 那你看 丁守中輸給 連勝文 丁守中只有拿58萬票 輸給連勝文60萬票 那再來蔣萬安也輸給 連勝文 也是58萬票上下 也是輸給連勝文的60萬票 換句話連勝文就構築了一個 國民黨的天花板 這個天花板 如果侯友也能夠突破 大概就容易上 那如果距離太遠的話 就很可能不太樂觀 這一點就是純粹從客觀的數字去看的話 連勝文的60萬票是國民黨積極要去爭取的 那底盤就是58萬票的蔣萬安的選票 上限就是60萬票 如果能夠突破更好 能夠突破更好 所以變成說趙少剛在台北市能不能發揮這個力量 對於這個國民黨的選情 是無比重大的一個挑戰 國民黨現在推出侯康佩 這有名代表是藍營基層的支持者都非常的振奮 林濤現在更是透露基層狂洗電話接到爆炸 昨天我的棒是接到爆炸 所有的電話響不停都說做得好 我們看到侯康佩 這是很大的振奮 而且表態率大幅的提高 今天很多的民意代表 早上去送車 今天去跑活動都呈現兩個聲音 什麼聲音 是大家的表態率是振奮的 大家出來加油 這樣就對了 往前衝就對了 另外一個聲音是 我們不需要柯文哲站台 所以我才會聽到巧遜是這樣講 他說不管黨有沒有規定 基本上現在的很多的立委參選人 他是不會找柯文哲站台 因為到底是加分還簡直不知道 你可能會信一些白銀的票 可是你會掉原本是你藍營的支持者 因為情緒還在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規定 大家也會這樣做 第二個部分我要提到 因為我們推出的是侯康佩 人民好康 台灣好兆頭 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趙少康有什麼樣的三大優勢呢 第一個他有打過沙喀都的選舉啦 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在一九九四年 他就是沙喀都選舉的始祖 所以他非常熟悉 第二件事情這一次的總統副總統的選舉 加立委不是只有總統的辯論 還有副總統的辯論 大家都在討論嘛 過去吳欣營第一次在立法院 在整個質詢的過程是吃吃烏烏 很尷尬 而且他質詢的主題叫做貧富差距 網友就說 那你的貧富差距 那你怎麼拿貴富包 然後質詢貧富差距 這是一個大家在批評 在網路上批評的聲音 第三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不怕沒有人站台了 周周康康康 不只有北北姬桃啦 全國都可以跑 好 現在前立委郭震良就分析了 藍綠兩黨接下來可能會打的議題 就是包括了國民黨 可能會打戰爭與和平 民進黨則是會打藍營 是中共同路人 兩項的議題都是很現實性的 而且是強烈意識形態的對決 反觀柯文哲 如果他只是在持續講公共政策 台灣未來要公開透明等等 這樣的議題可能很難的持續發酵 那現在郭正亮就分析了 藍白和破局指出 好 基本上柯文哲可能會逐漸開始後悔 因為本來有一些偏藍的金主就開始撤了 因為很多偏藍的金主 他們都是希望藍白和的 那多半都是以這樣子的藍白和作為前提 不然到時候歸對 就歸到了國民黨那邊去了 他說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柯文哲可能會逐漸開始後悔啦 因為我相信吳欣營絕對不是他的第一選擇啦 可是他大概藍白沒有和 他就立刻發現他有一些本來偏藍的金主就開始撤了 因為很多偏藍的金主是希望藍白和的 那多半都是以這個為前提嘛 那不然他們就會歸對到國民黨那邊去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現實 那而且接下來我認為民進黨一定會用兩大政黨對決的方式來打 那柯文哲真的要插進來真的有一定的難度啦 比如說兩大政黨你也知道嘛 就是國民黨一定用戰爭與和平去打民進黨 那民進黨一定是用統獨來反打你嘛 就是說你就是要跟中國統一嘛 用這樣來反打你 那這兩個議題啦就是戰爭與和平 還有統獨問題 在台灣都是長期 然後帶有民眾很多情緒在裡面的議題 而且群眾都蠻多的啦 那柯文哲如何在這兩大議題之外來引起注目 這個上次真的是考驗他 他如果真的有辦法在傳統的政黨矛盾之外 然後開闢出一個新的議題 而且還可以得到很多民眾的注意 那我們台灣政黨政治就發生質變了 這個難度極高 我跟你講 比如說柯文哲長期在講的都說 我要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或者說要公開透平啊 或者是這個 這個對於政府的開支嘛 要有比較好的監督啦 我坦白說這個是非常理性的政策 那在選舉過程當中 不容易激起群眾的熱情跟火花你知道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到時,每日都放下嗎? 我很害怕 最高的藥匙 我最新的其他人 手伸了 進度 實際上 冇灰 我最新的 但 有